这年了,当年的一众主演都在娱乐圈后的风生水起,可是只需周杰在外,当年的周杰演技不如任何男星,可是由于各种黑料而被封杀了,现在江湖上撒播的只剩下她的表情包,但近来周杰由于当年的强吻工作和林心如正面开思了。 当年林心如在台湾综艺里爆料,自己在拍文戏的时分,尔康竟然强行伸舌头,这也是我们不喜欢尔康的原因之一。 这段采访视频在前段时间又被翻出来了,但这会周杰没有人整,这是直接正面开思了,周杰怒指林心如底子就是在撒谎,还用了茶叶蛋的梗来挖苦台湾人底子就瞧不起大陆人。 林心如工作室也回应,公道自在人心,可是带节奏不约,看到这儿想必网友也是一脸懵逼,不知道该信任谁了,一个是外表无害的林心如,一个是黑料满天飞的周杰。 9月9号凌晨,赵薇发了一篇鸡汤博文,虽然这些话都是来自刘渝的,但由于正值周杰、林心如互私的关键时期,赵薇的这篇鸡汤文章被认为是专门用来怼周杰的,力挺林心如的。 其中好几条好像真的很有针对性,当然至于赵薇是不是真的想针对周杰挺林心如,目前还不得而知,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发文,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周杰曾经舍稳林心如事件,众所周知,赵薇、苏友鹏、林心如还是环珠家族中玩的最好的朋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